学策即将在1月20号到1月22号要登场了 不少考生都是积极的备战 不过在压力报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弹性疲乏 部分的同学会求助辅导老师进行资商 台中惠文高中辅导室指出 学生资商数是明显的倍增 一个月就高达有上百人次 风景神经 安静的在教室自修 这里是惠文高中 距离大学学策只剩下五天的时间 面临重大的升学考试 不少考生都担心表现不如预期 而出现弹性疲乏的状况 就是可能会比较焦虑然后比较紧张这样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是肚子痛啊 或是干嘛的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比较想要就是打球 或者是做些运动去抒发压力这样 因为我会弹钢琴 所以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去弹钢琴 因为敲那个键盘的时候 声音很大很出压 然后不然就是打羽毛球 打打球流流汗抒发课业压力 大部分的男同学都说 靠运动来缓解 女生则是靠追剧和看课外读物 来获得心灵上的放松 而校方也会在考前一个月 举办祈福活动 安定学生紧张焦虑的情绪 那学校呢按往例我们都会举办祈福活动 然后来帮助他们安定心灵 那我们学校的附近呢 南屯区这边有一所文昌公庙 那我们都到文昌公庙带着导师 带着我们孩子的一些应考资料 然后到这边去帮他们加持 带着念书的话呢 心情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在不行压力炸锅的情况下 有些学生会求助于辅导老师 进行个别的资商 而校内的辅导老师就指出 去年的10月和11月 就高达200多人资商 而12月单一一个月 也有100多人次进行访谈 去年的11月跟12月 是一个相当高峰的一个高峰期 10月11月大概差不多200多人次这样子 然后12月跟1月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统计 然后光12月的部分 也差不多将近100多个人次这样子 备战人生重要的大考 学生们各个上井发条 除了积极复习准备考课之外 如何排解压力 也成了考前重要的课题